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推的 你看在这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数据 咱们刚才在上节课当中说到 我们说数据是可以是存储在咱们的数据库中的 对吧 那其实它是可以一个互推的过程 那就是数据库里边存的是什么来着呢 其实存的就是咱们的 是不是就是 存的是不是就是数据 对吧 那也就是说他们两者之间 就在这的话大家去明白 他们是可以是一个互推的过程 那既然我们所说了 那数据库是作为我们数据的一个集合地 或者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据的存放地 那咱们来看一看 也就是说对于数据库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描述 就要抛开咱们之前所说的一句话 就什么是数据库 那可能最直接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存放数据的一个仓库 但是人家也是有自己的一个专业说法啊 这个专业说法是什么呢 咱们来看下面这一句话啊 就是说是什么是数据库呢 它对应的这个单词也是需要大家去明白的啊 它这个单词的话就叫做database 它只不过简称的话是叫做我们的db啊 这个等会我带着大家去总结 那什么是数据库呢 一句话形容啊 它是长期存储在计算机内的 注意了它的承载体或者你可以理解它的使用环境啊 它使用环境的话是在咱们的计算机内的 然后呢 它既然作为一个数据的集合 对于这些数据有什么要求呢 咱们来看这两个特征啊 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组织可共享的数据集合 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个数据的存放啊 也不是说我传递过来数据就随随便便往里边去放的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规章制度 或者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构来去做存放啊 它就是有组织的 而且的话第二个就是数据库里面的这些数据啊 它还具备我们共享的一个特性在里面 就是说我里面的这个数据啊 我是可以去去做这样的一个共享的 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大家有时候去图书馆嘛 对吧 那图书馆的话 你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图书馆的这个书太多了 对吧 比如说我想去买某一类书籍 我想去看看这个书籍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 你看一般那个图书馆的门口是不是都提供了一个就是类似于派的或者一个电脑的是不是一个查询系统啊 对吧 那这个查询系统的时候的话你比如说你输一个软件测试 那你输软件测试之后的话 他会告诉你比如说呃这个这本书或者这一类书籍 比如说他是在二楼的 比如说某一个某一个区域 那你这个书的话你能够你进来是能够去查看这个书籍的一个分类 那比如说换其他的这个小伙伴或者换其他人 他在他进来之后再利用这个系统去查看这个书籍分类的时候的话 他也是同样能够去看到这一类的书籍到底是在这个图书馆当中哪一个区域或者哪一个片区去存放着的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共享的这个过程啊 所以说你看对于数据库的理解啊 咱们把这句话给给机上啊 我写在这啊 就是说数据的啊 数据的一个承载体就是我们的数据库啊 就是数据库 我们说知道了数据是他的一个存储的基本对象 那从从这一点上面的话 咱们也可以去反推一下啊 那数据库里面或者数据就是存放在我的数据库当中 那数据库的话 他对应的这个单词啊 就叫做database啊 他有一个简称 简称的话就是我们的DB啊 就是DB也就是说是大家明白啊 这个DB他代表是咱们的数据库 那什么是数据库来着呢 他是长期啊 存储在存储在计算机内部的啊 计算机内部的 他是一个有组织有组啊 有组织可共享的啊 可可共享的可共享的这个数据的数据的这个集合啊 可共享数据集合 你看所以说你看简单点的什么是数据库呢 你看只不过在这啊 我把它关键的一点给大家去标准出来啊 什么是数据库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数据的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集合地啊 对吧 那只不过这个数据的集合地方在哪来着呢 他是放在咱们的计算机内部的 然后呢 这个数据的集合 他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的话 就说是有组织可共享的啊 有组织可共享的 那这其实就是对于数据库的一个一个描述啊 那咱们说了 既然数据库里面 他存放的是咱们的这个是不是数据啊 对吧 那存放的这些数据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 或者就说从数据库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是作为数据的一个集合地 那你在存放数据的时候的话 我要求你传递过来的这个数据必须具备啊 具备哪些哪些这个特征 咱们来看下面这一块啊 下面这一块 然后呢 这个这这点啊 这点的话 等会咱们再来看啊 就是说数据库里面 他存放的这个数据的话 是从大的方面来看 要遵循四点要求的 这四点要求是什么呢 你看第一个啊 就是数据库里面的这个数据 第一个特征的话 是必须具有较小的荣誉度 这个荣誉度是什么含义呢 他其实指的就是这个荣誉啊 这个荣誉的话 换一种说法就叫做重复性 就是说具有较小的荣誉度啊 他指的就是具有较小的重复性 就是说我数据库里面存数据 得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啊 至少是具有较小的一个重复性在这儿的啊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就叫做较高的数据独立性 就是说我的数据 我的每一条记录 或者每一条数据之间啊 都是有自己的一种表示形式 一扩展性指的就是可修改的啊 就这个词的话 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啊 这个一扩展性指的是可修改 就是说你数据库里边存放的这个数据啊 它是可以去进行修改的啊 可以进行修改的 第四点的话 就是说输入库里面的数据 还可以被各个用户所共享 就像刚才我举到例子 我们说是图书管理系统嘛 对吧 我们说一个人去了 你可以去查看这个系统当中 书记的信息 另外的一个人去了 他也是可以看这个图书管理系统里面的 这个书记的信息啊 就是说像这些数据啊 也就相当是可以被我们的这个用户啊 可以为各个用户所去进行一个 共享的啊 共享的一个操作啊 那这其实就是 对于我们数据库里面 他在去存数据的时候啊 要求这个数据所具备的一些特征 那只不过这个特征的一个由来啊 也是和咱们的数据库的一个分类是有关系的 这点咱们先不着急来总结啊 咱们先来看上面这句话啊 就是说数据库里面存储的这个数据啊 他都是按照一定的数据模型来去组织存储和描述的 因为你看咱们刚才在去描述数据库的时候的话 说过他既然作为一个数据的集合 他他里面存储的这个数据的话 你看有一个特征是不是就是有组织啊 对吧 那这个有组织的体现是什么呢 这是和我们接下来要去讲的 其实也是和他的分类是有关系的 这个分类是谁呢 就是数据库啊 我在这先这块先不着急来接 我先和大家去做这个 先去做这个讲解啊 讲演完成之后大家来接啊 这个数据库里面啊 他这个有组织啊 就是说这个有组织 我把这个词给写在这啊 就是有组织 这个有组织是和啊 是和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分类有关系的 是和数据库的分类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像咱们去讲的这个MASACO 也就是我们现在第一章所讲的内容 也就是说他们的数据库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分类叫做一个关系型 关系型数据库 就是说为什么会把他们这一类 这一类的数据库的话 是叫做这个关系型数据库呢 那也就是说这个关系型数据库里面啊 它数据的这个组织方式的话啊 是因为和这个词是有关系的 就是和和这个词啊 和这个词是有关联的啊 什么是关系呢 我在这先提前去说一下啊 就什么是关系关系呢 这个关系的话 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表 就是我们平时所见的 有行和列组成的表 那言外之意的话 就是说关系型数据库啊 就是说是关系型 关系型数据库 就是为什么会把这一类的数据库 叫做关系型数据库呢 其实主要指的就是数据的组织 数据的这个组织和存储 存储方式啊 就是存储存储方式都是以 都是以表的形式 以表的这个形式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存储的 就是来进行存储存储的啊 就是说看似我的数据库 看似我的数据是存储在数据库当中 实际上是存储在我们的数据库的 每一个表里面的 就是说关系型数据库 它里面的架构都是一张一张的这个表啊 就是关系型 我再多写一点啊 就是关系型数据库的组织组织架构 其实都是一张一张的表啊 都是都是啊 都是一张一张的 一张的一张一张的这个表 我们的数据都是存在我们的这个表里面的 比如说咱们的学生信息表 或者比如说商品信息表 或者员工信息表 那就是说把这些数据都是存在一张一张的这个表里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就就被他称这个叫做关系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由来就是根据他的组织结果得到的 因为他里面啊 就是这类数据库里边 他在去存储数据的时候的话都是以表的形式来去作为他的一个结构体的 就是换句话来说 就是我的数据都是存储在一张一张的表里面啊 所以说他这个有组织啊 其实有组织的话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表 其实他就想表明一个观点就是表 就是说我的数据看似是存放在我的数据库当中 但是交给我的数据库之后的话 他就会把这些数据去放在一张一个一个的这个表里面来去做存储啊 所以这也是关系型这个词的由来啊 什么是关系其实指的就是表 那为什么说他是关系型数据库 因为这一类的数据库 他里面存储的方式都是以表作为他的一个存储架构的啊 所以就在这的话就是需要大家先去明白第一个分类的由来啊 就为什么说叫他是关系型数据库 因为也就是说在这个库里面啊 都是以以表的形式啊 以表的形式来去来去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存储工作的啊 所以你看只要大家比如说以后工作过程当中听到说 哎我你接触到这个数据库 或者我现在用到的这个数据库 它是属于关系型数据库 那他只要是属于关系型数据库 它里面数据的组织结构一定是以表的形式来帮助我们去存储这些数据的啊 就不管是咱们的MASACO啊 还是ORIC啊 还是SOCO SOVER系列的这个数据库啊 它其实都是以表的形式来去来去存储我们的存储我们的这个数据啊 那咱们来去把它给这个这个表啊 这个表的话其实就长这个样子啊 大家可能说这个表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啊 那咱们来画一下吧 你比如说这个数 你看我问大家啊 我画在这啊 可能没有艺术天赋啊 大家准备看着就行啊 你看这要说的话 大家来看 这是不是就是一张表啊 对吧 这个表的话是几行几类的一个表来着 是不是三行几类啊 是不是三行四类啊 对吧 那其实也就是说数据库里边 他在去存储数据的时候都是按照这种格式的 比如说这是咱们的 我我我我写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学生信息表啊 学生信息表啊 学生信息表啊 学生信息表有这个学号 然后有我们的姓名 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姓名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年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专业啊 这个专业 你看这个说的话啊 你看也就是说当前啊 就在在我们的关系型数据库当中啊 任何的数据信息交给我们的数据库 再来去做存储的时候的话 都是以表的形式来去作为它的一个存储结构的 也就换句话来说 你传递过来的这个数据 它都是放在咱们的放在咱们的表里面的 你比如说这个学号101对吧 然后姓名的话是这个呃 张三 然后年龄的话是这个18对吧 然后专业的话 比如说是这个软件软件测试啊 软件测试 那这个说的话 你看是不是第一第一条数据 是不是就插入进来了 对吧 第一条数据就保存在我这张表当中 或者你可以再来一条吗 对吧 比如说这个102 102的话 然后这个说的话 我们是例四 然后年龄比如说这个19对吧 然后专业的话 比如说也是我们的软件软件测试的这个专业 你看这个说的话 你看我这一张表里面的话都存 是不是就存储了两条数据啊 对吧 或者你说存储了两条记录也是可以的 一个是101这个学生的记录 一个是我们102这个学生的记录啊 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关系型数据库里面啊 数据的存储方式比较简单 都是都是按照咱们的表这种方式来去进行的一个存储工作啊 所以说在这块的话是需要大家去去这个明白的啊 那咱们把这这句话给总结上啊 也就是说是这个数据库啊 就说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啊 咱们把剩下两句话也给写上啊 数据库中的数据啊 都是按照一定的组织组织模型 那这个组织模型指的是谁来着呢 我在旁边大家把这个词也给写上啊 就是咱们的表数据就是按照表的方式来去进行存储的啊 就是按照按照一定的这个呃组织按数据模型啊 数据模型吧 数据模型 咱们就按照他的按照一定的这个数据模型啊 就是来进行来进行这个组织呃存储和描述的啊 和描述的也就是数据库安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你数据库里边这些数据啊 都是存在一张一张的这个表里面 学生比如说这有一个学生信息表 那学生信息表里边就存放的是大家这个个人的信息 那比如说员工信息表 那就存储的是员工相关的个人信息 那商品信息表那存的就是和商品相关的这些个人信息啊 那就是都是按照这样的一张一张的表来帮助我们进行数据的一个存储工作啊 那只不过就是对于这些表里面存存数据的时候的话 他对这些数据啊也是有要求的啊 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数据库中啊 数据库中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这个特征啊 数据特征 那这个数据特征的话 你看第一点啊 这点的话大家需要当做重点来记忆啊 第一点的话就是说数据库里边数据的第一个特征啊 就是我们的数据啊 就是数据啊 具有较小的 具有这个较小的这个荣余度啊 这个荣余度的话 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重复性啊 重复性 就是说我数据库里边存储的数据几乎是没有重复的 那这个数可能有些小伙伴就开始反驳我 他说狗哥呀 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明显我们这一个班或者这一个年级或者这一个学校里边有很多是不是重名重姓的 对吧 那但是你看我反过来问大家一句话 学校再去大家登陆 学校再去登记大家个人信息的时候的话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谁来着吗 是谁来着 是不是你一入学是不是就有一个 是不是就有一个学号啊 对吧 你看学校在在统计或者在登记大家成绩的时候的话 或者考试的时候的话 你名字是其次的你这个时候人家必须要求写的是不是都是按照你的学号是不是来识别你啊 对吧 但是你想想咱们每个人的学号都是是不是都是唯一的吧 对吧 因为就相当于你这个学号就代表你这个个人的这个身份的标识 那其实这一点道理就是说可能会会存在有重复的这个数据 但是数据库里面他为了为了去区分这个重复的数据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唯一的标识在里面的就跟学校是一样的 就是你如果把学校看成是一个数据库 那这个时候的话也就是说你的咱们的学校或者你的学校为了区分你们的每一个人 他就会给你们每一个人找一个唯一的标识标识符或者唯一的标识序列 那这个唯一的标识序列就是大家所说的学号啊 就是学号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学号的一个存在也是为了去减小他的一个荣誉度的存在啊 因为毕竟有有我们所说重名重新的嘛对吧 那这要说的话怎么去区分你们的每一个人呢 那这个时候学号就变得很为关键啊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啊数据库当中数据的第一个第一个套征啊 就是具有较小的容易度 然后第二个的话啊就是具有较高的啊 具有这个具有具有啊 具有较高的较高的这个数据独立性啊 数据独立性 那这个数据独立性的话 其实咱们还回归到啊 回归到这张表当中啊 你看也就是说在在我们的这一张表当中的话 是不是一条是不是一行 是不是就代表的是不是和某一个人相关的是不是个人的一个记录啊 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呃 在这个表中啊 就是在表中啊 这块你们不用去记啊 你看在表中的话 是不是每一行 每一行都代表的是代表的是一个是不是学的是不是学的这个是不是记录信息啊 对吧 那这要说的话 你看啊 这个代表是学的这个记录信息 那一行代表是一个学的这个记录信息 你看每一行的话 是不是都是自己都是和这个学是相关的记录啊 对吧 你说你看在这的话 你说101和这个102有没有关联来着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话 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看就在这个咱们以这个表为例啊 就以学生信息表为例啊 你看在学生信息表里面的话 你看每一行的话都代表的是一个是不是学的这个记录信息啊 对吧 而且的话就是说你说这个时候的话 你说101这一行的这个记录和我102有没有关系来着呢 你在这你在这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啊 对吧因为你一行嘛一行其实就还是回归到这句话上面 我把这个线条加速一下 就是一行代表的是一个学的信息 一行代表是一个学的信息 他不会说是你说我在一行上面 然后呢去融入三个学的信息 或者融入四个学的信息 他不会让你去这么做的 你说比如说这个第一行对吧 第一行的话已经被101这个张三的这个学的信息给占用了 你说这会103我把103也填充到第一行里面 他是拒绝你去做操作的 因为他要保证数据的一个独立性 也就是说每一行都代表的是一个唯一的事物的记录啊 唯一事物的记录 所以说你现在在这一点的话就是需要大家去明白 就是他的第二个第二个特征 就是具有较高的数据独立性啊 就是说每一条在我们的表当中啊 其实就在他数据表当中 每一行的话都是一个唯一的事物记录啊 唯一的事物记录 这是他的第二个特征 然后第三个的特征的话 他是第三个特征的话 就是一扩展性对吧 数据库当中数据还具有我们的这个一啊 一扩展性 一扩展 一扩展性 这个一扩展性的话 他其实指的就是可修改的啊 就这个词可能大家是第一次去听说啊 他指的是可修改的 你比如说啊 咱们就也假定现在啊 现在我有一个员工信息表 假如我这个系统当中啊 我的这个人事管理系统当中啊 有一个员工信息表 那员工信息表的话 咱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明白 你比如说一个员工在公司干的时间长的话 是不是会经历一个啊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是不是一年有一次加薪的这个机会啊 对吧 那加薪的情况下 那比如说我原来我的这个员工信息表里面 哎 比如说张三这个人的薪资 可能登记的是这个10k 对吧 那比如说干了一年之后的话 公司也觉得他表现挺不错的 然后涨一涨薪资 比如说涨到14k 那这个时候人事是不是所做的事情的话 是不是要把表中的这个数据是不是给改一改啊 对吧 你得按最新的工资 然后去给人家发这样的一个薪水吗 那你把薪资这一列 我们说有10k改成14k 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修改的 是不是修改的过程啊 对吧 所以说这是第三点啊 就是说是预库当中的数据啊 也是允许咱们去做修改的一个操作的啊 这是第三个特征 那第四个特征啊 第四个特征的话 就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可可这个共享的 就是并为各个用户所共享啊 我想完整吧 就是并为各个用户所共享啊 并为各个用户所共享 就像刚才我提到过了 比如说大家去一个图书馆里面 对吧 你在门口的这个系统当中 你能查看这些数据的分类 另外的另外的这个小伙伴 他也是可以查看数据的这个分类 因为因为我们所这个系统当中 也就是说这些有关书的这些数据 他其实就是一个共享的数据 不管哪一个客户或者不管哪一个用户来做查询 他都是可以去查得到这些书籍的啊 所以你看在这儿的话是需要大家去明白啊 就是数据库当中这个数据的这个特征啊 数据的特征 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数据我都是可以去做存放的 那就是说你存过来的这个数据 你至少现在满足我这四点要求啊 那这四点要求怎么去实现的呢 这也是和咱们后面去讲到的知识是有是有这个关联的啊 这个等后面咱们再细讲 但是从大的方面我们现在明白明白是有这这四点啊 这四这四个特征啊 那我们说了既然这个数据库里面啊 他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存储 或者你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说数据库里面 他作为数据的一个集合地 那我一旦比如说数据库有了之后的话 我通过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管理着我的数据库呢 那就是说比如说我这我现在啊 比如说我的电脑上面在我的计算机当中啊 既有我们的这个人事管理系统管理系统的这个数据库 也要我们的这个学而信息的这个数据库 也要比如说要我们的这个商品信息的这个数据库 那一旦我们说库多的情况下 或者有了这些库之后的话 我以什么样的手段来去管理着我的这些数据库呢 那其实就和我们下面的这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了啊 也就是叫做DBMS 什么是DBMS呢 他翻译过来的话就叫做数据库管理系统 那一句话形容这个系统做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把这五个字是不是颠倒下 顺序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数据库做什么呢 就是用来管理着我的数据库的啊 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一个作用啊 因为毕竟我们工作过程当中啊 就是接触到的这个数据库是非常多的 那我以什么样的手段来去管理着我的数据库呢 那我们就可以借助于DBMS啊 也就是说DBMS的话 他翻译过来的话就叫做数据库管理系统啊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话 你看咱们咱们对他一个咱们来看他一个描述 这块等会我带着大家去记啊 就是说DBMS的话 他是位于应用程序和存储数据之间的一层 你看他是一个数据 是不是管理 也就是说他本身还是体现他的一个管理的价值的 也就是通过我的DBMS 我既可以创建数据库 我也可以去修改数据库 我也可以去删除我的数据库 你比如说我现在我需要去新建一个新建一个这个人事管理系统数据库 那我就可以借助DBMS 然后赶紧去把这个库给创建出来 那我现在比如说我不想要这个学而信息信息库 那我也可以借助DBMS再把我的这个库给删除掉啊 那这其实就是DBMS所能够给咱们去提供的一个手段啊 提供一些手段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基础软件啊 他是一个大型复杂的一个软件系统啊 他其实在这说的啊 说的挺麻烦的 但其实他的一个作用的话啊 一句话形容就是用来管理着我们的数据库 而且啊 而且DBMS的话 他其实是在我们整个数据库技术的学习过程当中 他的价值是最大的 为什么这么去说呢 大家来看DBMS就是数据库管理系统 他的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这两句话熟悉吗 你看在这 科学的去组织和存储数据 高效的获取和维护数据 这两句话咱们在前面讲哪个知识点的时候 也要说过呀 是不是数据库技术所研究的问题啊 对吧 你看数据库所技术所研究的这个问题的话 你还是不是就等同于咱们DBMS 它本身的一个作用吧 对吧 那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一种说法 或者换一种理解为就是 你数据库技术所研究的这个问题一定离不开谁的一个支持来着呢 是不是就是咱们的DBMS的一个支持啊 对吧 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作用就是和咱们数据库技术所研究的作用是一样的啊 那其实就是从咱们下午安玩满骚库开始啊 就是说借助于这个数据库所做的这个操作啊 都是在咱们的DBMS里面来去进行的啊 所以说在这的话 咱们记上记上一句话啊 就什么是我们的DBMS啊 就是我们的DBMS啊 就翻译过来的话 就叫做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管理系统 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它有一个作用 或者它的一个描述 也算它一个作用 就是管理 管理着我们的不同的 各种不同的数据库 管理着各种不同的数据库 然后实现再多记一句话 就是实现实现对数据库的 数据库的操作 比如说创库删库像这些 我后面括号大家记不记都行 比如说创建库对吧 我比如说我想去新建一个库 或者比如说去删除 删除一个库 我某个库不想要了 不想要的话 我也可以把它给删除掉 等等等等 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数据库 来去展开的这个操作 这个DPMS的话 就是数据库管理系统 它自身是带的 有四大功能所在的 就是说它本身 它本身这个管理系统的话 你可以理解为它自身带 它自身是带有光环的 这个光环也是可以帮助 我们去做事情的 也就是说它整个里面 所给咱们提供的技术 或者能给咱们去提供的服务 是比较多的 就是不仅能够去 其实不仅能够去创库删库 它还能够提供实现 对库中数据的一些 增删改查的操作 它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实现的 因为它本身就跟咱们操作系统一样 咱们当时去讲操作系统说的话 操作系统是不是自身 是不是也带的 是不是有四大管理功能 对吧 那对于DBMS来说的话 它本身也是带着 是有四个功能来去 帮助我们去做事情的 那这四个功能有哪些呢 大家先下课休息会儿 咱们下节课再说 好啊